我国以农立国 但是数千年以来 对于农业耕作 仍旧沿用着以受力耕作的古老方法 政府自从迁来台湾以后 历经图治 各方面都有很大的进步 尤其是三七五捡租和耕者有七田两大政策实行以来 台湾的农业 一天天的欣欣向荣 现在自由中国为了使农业更推进一步 正在进行改良耕种方法 逐渐采用机械来代替受力 中国合作事业协会 土地改革协会和机械工业工会 最近在台北市敦华路附近的农田 举行了一次动力耕耘机作业表演 很多农民都在场参观 他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都可以利用机械来从事耕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